風塘江冰上去棍橋 甚至是北極熊監獄 應有盡有 所有你想得到的加拿大權都有 小朋友大聲朗讀書本上內容 這是新竹縣原鄉部落第一座玉山圖書館 24號在桃山國小正式啟用 桃山國小學生高興的說 以後每天下課都要到新圖書館報到 就是如果功課上有什麼問題都會去圖書館 不然有時候沒事也會去圖書館看書 那現在新的圖書館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漂亮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樣 圖書館由金控業協助打造 內部設計結合在地人文色彩 場面上看得到泰雅族傳統族服插畫 成為桃山國小學生 隨時可以閱讀書籍的新天地 我們一直認為閱讀對孩子 是能夠他去堅強面對未來的挑戰 我想這是國家是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希望 我們希望為台灣這塊土地進行分析 玉山圖書館我想它的理念是 讓孩子喜歡這間圖書館 可能比藏書還要重要 所以學校可能另外批一個藏書的一個小小空間 然後隨時換然後都會放一些孩子喜歡的書在這裡 就是希望是讀書不是一件很無趣的事 它應該就是在這麼明亮乾淨活潑溫性的空間裡面進行 桃山國小校長蘇美娟提到 未來規劃週末開放圖書館給社區居民使用 希望這座圖書館不只是屬於桃山國小 也讓武峰鄉民共享閱讀環境 據著朱古畢亞新竹武峰採訪報導